大家好,我是小麦,今天教大家如何来区别波音和空客的飞机 这里呢,我下面介绍的所有机箱都只身对于波音和空客涉及到的机型 对于其他公司呢,不太适用 我们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区别这两个公司的机型 首先是风挡玻璃的形状,起楼架的个数,发动机的个数,还有机身的形状 首先来介绍一下空客的飞机 空客分为五大类型,320家族,330,340,350和380 首先介绍一下320家族 320家族呢,又分为四种机型 分别是318,319,320和321 他们共同特点就是两侧起落架呢,都只有一对 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空客 绝大部分机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它这边风挡玻璃 我红线画出来的是这种水平的底部 是空客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 首先来介绍318和319这两款飞机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缺窗户 大家可以看一下 318这里它是缺两个窗户 319这里它是缺一个窗户 来给大家看一个实例 这是法航的空客319 首先大家看挡风玻璃这边是水平的 那它是空客的飞机 而且它是一对起落架 那它就是320家族的飞机 而且它这边又缺了一个窗户 那它就是空客319 接下来是空客320 320这边首先大家看是水平的挡风玻璃 而且它有一对起落架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在中间有两个挨着并排的舱门 这是320最大的特点 接下来是321 首先水平的挡风玻璃 一对起落架 因为它是320家族里面最长的 所以它有四个舱门 这也是321最大的一个特点 接下来是330 330是大飞机 就是双通道的 相比320家来说它要大很多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首先是水平的挡风玻璃 而且它只有两对的起落架 这是330的一个特点 330出了新款 是330NU 它这个飞机机型样子 还有起落架个数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主要就是它这个挡风玻璃这里 采取了350 类似的这种墨镜式的黑色的挡风玻璃 但它还是满足这个水平的挡风玻璃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是空客340 空客340是比较好辨认的 首先它是单层的四发的飞机 而且它这里大家看也是水平的挡风玻璃 所以基本上大家只要看到水平的挡风玻璃 单层的机身四发的发动机 就是空客340了 350刚才在介绍330NU的时候说到 它是这种墨镜式的前挡黑色的 而且整个350的机身设计呢 是比较的新颖独特的 大家基本上会过目不忘的 350也是两对的起落架 但是3501000呢 它是三对起落架 这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点 它也是继波音777之后呢 第二个有这个三对起落架的这个机型 这边是华航的一个空客350的一个石图 大家看一下这个挡风玻璃是这种 比较流线式的这种设计 而且它的这个一间小翼呢 也是这种流线型的 380是特别好认的 是因为它从头到尾是双层的 而且它非常的大 大家也在空中 如果或者在机场见到它 也不会认错 下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波音的飞机 波音是有六大机型 从737到787 波音的飞机相比于空客飞机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挡风玻璃这里 是采用这种V字型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这种V字型的 波音737呢 就是这种V字型的挡风玻璃 加上一对起落架 就是波音737了 波音747呢 也比较好认 它被称为空中皇后 它是只有在机头的这部分呢 是双层之后是单层 它也是四发发动机的飞机 波音757呢 首先大家看是V字型的挡风玻璃 两对的起落架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机身底部是非常的平 这也导致了波音757的前起落架呢 显得非常的长 这是波音757的一个特点 相比于波音757呢 767这里呢 机身就会显得更圆润一点 但其他跟757一样 是V字型的挡风玻璃 而且它是有两对的起落架 波音777 首先V字型的挡风玻璃 在说350-1000的时候呢 说到它是也有三对的起落架 这也是比较好认的 波音787梦想客机呢 首先它的造型呢 非常的优美 而且令人过目难忘 它的这个挡风玻璃 就跟其他的波音的不太一样 它是这种独特的五边形的造型 但相同的是 它也有两对的起落架 而且它发动机这里呢 采用锯齿状的发动机 介绍完这么多呢 我非常快速的介绍完了 最后用这个思维导图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首先如果大家看到 是半双层四发呢 那它就是波音747 如果是从头到尾的全双层四发呢 那就是空客380 除了这两个以外呢 大家再看它挡风玻璃 如果是V型封挡 就是波音的客机 如果是水平封挡呢 就是空客的客机 如果是V型封挡两发 三对起落架呢 就是波音77期 一对起落架呢 就是波音73期 如果是两对起落架 它有独特的封挡 那它就是波音78期 如果机身造型 是那种比较圆润的呢 就波音76期 如果是兽型机身呢 就是波音75期 对于空客来说 如果水平封挡加四发呢 单层 那就是空客340 如果是两发三对起落架呢 那它就是空客3501000 如果是两对起落架 墨镜封挡呢 就是空客350 如果是两对起落架 传统封挡呢 那它就是330 当然330NU呢 也是墨镜封挡 如果是两发一对起落架 四个舱门 就是空客321 如果是两发一对起落架 两个舱门挨着在中间呢 那就是空客320 如果是两发一对起落架 缺窗户 缺两个窗户是空客318 缺一个窗户是空客319 我知道我这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呢 大家肯定是记不住 这个是需要平常大家在 去出去玩 或者是出差的时候 在机场后级楼等着登机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多去看一看这个飞机 把我这张思维导图呢 拿出来对照着 去多认一认飞机 多看多认 自然就记住了 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的一个技巧 来区分波音777跟空客330 它分别的两种不同的机型 首先呢 波音777分为200型和300型 这两个飞机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200型它有四个舱门 300型呢 有五个舱门 空客330也是分为200型和300型 200型和300型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在第一个舱门和第二个舱门中间的 这个窗户的数量 当然大家不用去数啊 200型基本上在11个窗户左右 300型呢 是在12个以上 大家只要看到这个非常多 又很长的这个呢 就是330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这个知识的分享呢 大家能够喜欢 并且呢 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呢 能运用起来 这样下回 再跟小伙伴一起去坐飞机的时候呢 就可以跟小伙伴炫耀了 好了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拜拜 请订阅我的频道 畅itar